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源循环利用 农改厂示范观摩 阅读宜兰摄影比赛 9月1号开始收件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今天的宜兰国语新闻 新闻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今年的童晚节已经圆满落幕 入园人数创近年来新高 总数超过51万人 而县长林子庙特别在今天的县务会议中 感谢县府全体同仁的努力 并也希望团队再接再厉继续坚守岗位 办好即将来临了北台湾妈祖文化节 今年童晚节创新求变 展现不同以往的格局 并首创欢乐游艺彩阶 夜间加码国际级专业团队的演出 使得入园人数创近年新高 总数超过51万人 大家全部动起来 大家的相经历 团结合作 让这次的童晚节办得非常成功 我们将近有51万1164个人 所以这次的童晚节我们创新求变 我们也做了新光场 为什么会做新光场 我们希望借着童晚节能够带动地方的繁荣进步 到了晚上的时候 还可以说设计师我们到9点 设计师设计师设计得好 差不多10点 因为我们这些客人给它体验到 宜兰人 还可以说我们这个饭店的水 休闲农场的水 我们的餐厂 民宿都很漂亮 让他们体验到我们宜兰县的漂亮 县政府今年也特别注重水质卫生 不但每天太换细水区的水 而且每小时进行检测 让游客玩得尽兴 此外 表演团队也都绞尽脑汁 突破创新 让演出内容不一样 来赢得游客的掌声 我们呢 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水膏啊 可以说垃圾都把它清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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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那我们的全部水质都用了这个自来水 这样子呢 水质会比较稳定 然后呢 一个钟头测一次 晚上呢 洗后 洗后之后呢 晚上水质洗一遍 洗好了的时候 又把这个爱补助的地方 补足的地方都给它补足 所以呢 这次的水质非常的干净 然后呢 我们呢 有这个十八的国家 二十四个团队 所以这些团队呢 每天都非常的精彩 人家说表演的节目都不一样 所以呢 每天都有让人家期待 有那种新鲜感 所以呢 感受到说 未来呢 这次同安节 水质 拼质 还有我们的这个卫星 然后呢 之前的时候 我们呢 在同安节开始 前十几天 我们就有消毒 那个水沟全部的这个消毒 而且呢 水沟全部的清除 所以呢 这次我们的这个同安节能够呢 在面面俱到 可以让我们的同安节画下了一个完美的据点 县长林子庙特别在今天的县务会议中 感谢全体同仁的努力 并希望团队再接再厉 办好即将来临的北台湾妈祖文化节 依然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还有县长林子庙四月份是带领县内工商 借级农渔业代表前往大陆上海 南京等地进行招商 其中农渔业的部分 已经和瑞和超商等通路商签订采购异项书 而县农会为了落实异项书的约定 也会积极和相关通路商接洽 期望可以为县内的农渔民增加通路 并也提高收益 县长林子庙四月份率团到大陆听经济 除了成功促成林瑞洋公司的员工到宜兰旅游 创造旅游商机之外 农渔业方面也有具体成果 包括TSD集团确定委托县内公司代工隐形面膜 以及金色大地集团采购金藻茶包等等 他们一个货柜两个货柜 然后他会看要什么样的一个规格 然后再一次给他们 那现在那个清单列出来 目前正在把那个要给他们的品项的清单在确认当中 那目前的进度大概到这个地方 那现在有确定的就是那个100箱的那个金藻 那个顶心集团他们已经确定要买了 那再来面膜他们也确定要买了 那再来就是那个有一个1000万的订单 另外泰州和徐州超级市场也和县农会达成初步协议 将整合县内农渔亚产品 以整个货柜的方式提供通路商来铺货 县农会也会持续和相关通路商来接洽 为农渔民建立更多销售管道并提高收益 伊人修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 而苏澳这名代表会今天是召开的临时会 由于新冷泉园区的冷泉出水量不如以往 多位这名代表担忧镇内的两家大型观光饭店 抽水量过大 恐怕会造成冷泉水位下降及温度提高 要求公所要重视 并调阅相关监测资料 了解实际的使用状况 苏澳冷泉新园区市营运的期间 有游客反映冷泉出水量减少不弱以往丰沛 而在今天的苏澳正名代表会当中 就引起了多位正名代表的关切 单幽邻近两家大型观光饭店 抽取冷泉水量过大 恐造成水位下降以及温度提高 使得这天然的珍贵资源来消失 也造成地层下陷 要求公所要重视 这种水量已经超过了 所以说地层的年龄水量的温度 会管 压管 资产的水位都已经下降很多了 你要了解啊 了解管理府到底是水量多少 对吧 他们可以听多少种 没有啊 没有啊 无限制的啊 那水都放在楼里 那些温度都放在楼里 这水量非常厉害 这天然的地层下陷 水水又不够 所以说 你刚才说 几个月或是温度消失 消费时间做一个温度消失 不是因为国人家的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这么多小努力 是感觉 因为水给你用多少钱 可以过头 地层下陷 水水又不够 中国特地都有报表来嘛 你管政府 他有这个水水源管理办法 農山林到燕坡 他每个月都有多少水 特地都要加钱了 他有可能都没报给人嘛 如果没时间也有一个 你要去投资啊 主委所有资料 都跟着 不要再说 大家清楚了解 我们一天 新鲜的水份是多少 也要去建设了解 它的水一样 自然 排出这种 排出非常非常大的 油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也要 研究到我们 我们 开中的这种人 会出去 对此镇长李明哲表示 两家饭店抽取冷泉水 都设有水表 工所会密切来注意 并向县府调阅监测资料 以了解饭店抽水使用情形 包括这两家大饭店 他们所使用的抽水的量 还有这个监督小指的部分 我们会请我们公所的这个承办的单位 我们就跟县政府 关键府来托这个资料 因为这些水款都是关键府合准的 因为有倒水表 他们是有装水表 他们每个月其实也是要缴 缴这个水费的 那我们就会尽数的 跟那个县府来要这些资料 然后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看 到底这两家主要的饭店 他们到底他们这个 整个水量使用的情况 重点是有没有超抽 而县府水利资源处则表示 所要冷泉分为风水期以及枯水期 上半年属于风水期 而6月以后的下半年则是枯水期 两家饭店抽取冷泉水 都必须要申请水泉 一年核准的平均水量都在安全的水量范围内 县府也进行了长期监测 并未发现有异常情形 宜兰新闻记者14名 采访报导 而头城的百合陵园 除了清明和中原节之外 平时鲜少有民众会来这边 不过今天却是吸引了上千人到访 原来就是公所开放新塔位的抽签登记 让原本幽静的陵园 瞬间热闹不少 为了公平起见 首先是发放号码牌 再进行抽签 之后再发送选购塔位的顺序牌 头城镇长曹全顺表示 百合陵园新增加了将近三千个塔位 分别有个人跟夫妻 还有中西市 加上陵园环境清幽 所以吸引许多民众来选购 光是今天就有七百个人来参与抽签 大约卖出一千个塔位 头城镇长曹全顺 所以你会特别选这里 是啊 我们爸爸也在这里 就想要做会了 目前要买几个要买到什么 目前喔 就是原地用途中的嘛 现在要买到这里 头城的这里 我们头城 他也想要来选购塔位 我们爸爸在这里 先驾位 你买一买几个吗 这个 抽到了 抽到了 经过研修之后 今天来开放给我们八岁定期使用 有两千到八千九位 最重要的这次的流程 是用抽签式的 之后再去选塔位 选完塔位以后再去缴钱 再来进塔 顶顶 我们白鹅零年 也是一个红水的这个布袋 所以这次的这个 做的这个材质也相当的好 还有加上它的外观 加上来底的这个设置动线 都非常好 价格还很合理 所以才会造成现在这种 人很多的这个现象 根据了解因为土地取得不易 所以传统土葬 逐渐改为火化纳谷 因此才会出现人潮 虚晃选到 豪塔位 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 采访报导 来关心到农业 农委会的花莲农改厂 为了推动循环农业生态资源再利用 特别选择了投尘农场为示范场区 透过解说以及实际成果 作为其他农民或是农会的参考 未来是落实减碳以及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 让农业永续经营 投尘农场的专业解说员 特别分享许多资源再利用的经验 像台风过后被吹倒的树木 如何变成装置艺术或是干燥剂 甚至腾栽使用 另外除雨透过专业处理后也能再利用 那现在如果烧到一段这些木炭是不是就可以拿来除臭 这除臭桃很可爱很漂亮 一句话讲下去马上执行力 我们常常讲的执行力超级强 马上就做出来这样子的产品 那细的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花花草草 这些炭它可以吸收养分 然后保持水分保持那个土壤或是戒指的通畅的 空气的程度倒水的程度 所以它就放在这些盆栽里面当做戒指 60度以下的温度 我们让这个温度让这个水分把它排除掉 那这个厨余的水分含量比较低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比较稳定 就比较不会有味道出来 有一些比较粗的树干 有一些我们就拿来当装置艺术 那至于那些枯枝半叶 我们就拿它来当燃料 我们的面包窑来做柴 把它烧掉 没烧完全的那个碳 就拿来做生物碳除臭 那还有杂草很多 这些杂草做什么牛吃以外 有一些就拿来当堆肥了 花莲农改厂表示 透过示范观摩 希望更多农场业者农民甚至农会 也能落实农业循环资源利用 达到垃圾减量又减碳 所以来参与的民众都觉得大有收获 主要就是说投层农场 那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休闲农场 而且是走生态永续的 这方面的一个领域 那所以说跟我们这次的主题 就是循环农业是有想很大的关系性 那长年来我们也都有合作 那这次我们的主题又放在是 循环农业上的农业 农业的循环 食物的循环 以及生态的循环 那所以說我們就以投層農場為基地 然後辦理這樣的一個觀摩會 比我英國做多好很多 所以說我們當然要改進 改進到 尤其整個環境站起來 整個來做到這裡都沒空沒水 清清清清去 整的羽毛水雞水沒什麼草味 就是稻草啦 若是一些雜草啦 可以把它重新做堆肥來使用 由於環保意識抬頭 投層農場透過友善經營 不但落實資源再利用 進而也成為農場特色 相對提高自身的觀光休閒商機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邀請大家一起用相片來說故事 宜蘭市立圖書館所舉辦的 閱讀宜蘭攝影比賽 今年不限定主題 但是參賽作品的拍攝時間 必須是在104年1月份以後 到108年的9月之間 而且是沒有公開發表過的作品 比賽是從9月1號開始收件 愛好攝影的民眾可以踴躍來參加 今年閱讀宜蘭攝影比賽 從9月1日起開始收件到10月1日為止 分為親自送件和郵寄兩種方式 主辦單位也特別準備200份紀念品 送給前200名親自送件的鄉親 今年度的攝影作品比賽 從9月1日開始收件到10月1日截止 也有一些獎金的鼓勵 我們希望愛好攝影作品的一些好朋友們 可以大家共同來參與 市長江聰淵表示 舉辦攝影比賽 鼓勵參賽者用相機記錄宜蘭在地文化 歷史建築 優美景色以及人物情感 留下令人感動的一瞬間 進而觸動觀看者的共鳴 創造宜蘭市共同的美好回憶 這些歷史記錄 可以跟城市見證我們一個發展的過程 將美好的一面展現 給所有的鄉親共同來欣賞 應該也是攝影家 他本身的一大興趣 所以可以把自己的興趣 結合自己的專業 展現在最好的 這些分享的一個平台上面 我們希望大家踴躍來投劍 讓我們的歷史記錄更加的多元 更加的精彩 宜蘭市公所舉辦攝影比賽 是用攝影的畫像 來寫歷史來寫故事 所以說我們非常高興 歡迎大家來投劍 把宜蘭市的煤 各地方的煤 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這個就是為我們所有人寫故事 透過攝影的時候 可以捕捉很多當地的人文 還有一些故事 還有我們當地的一些在地的一些美食 還有一些非常美的一些風景 能夠讓攝影者以及我們看到攝影者的這些作品 更能夠了解我們在地的文化 更了解我們在地的宜蘭 七十多年前一位日本的攝影家在拍台灣的民俗風情所留下來的紀錄 那其中包括宜蘭的很多的照片 我們希望從這些照片上解讀很多的故事 其實現在的拍攝來講 雖然我們不會覺得它很重要 但是在一百年兩百年後 它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紀錄 施工所也鼓勵愛好攝影的鄉親踴躍參賽 用相片來述說宜蘭舊城的故事 來感受社區的活力 羅東鎮北城裡因為長者族群比較多 除了原有的北城社區之外 又運用了在地的廟宇永福宮的空間 再爭取關懷據典 藉此辦理相關防止延緩失能失智課程 以及居家訪視身體檢測活動 讓阿公阿嬤的身心更健康了 為了慶祝北城裡第二個長照西聚點的成立 社區就像辦喜事一樣 不但有澎湃的桌菜 還有傳統米苔木教學製作 重現阿嬤的早期手藝 另外更有精心準備的舞蹈 熱鬧登場 月娥 你做米苔木? 對喔? 那你多久沒做? 三四十年 今天還來辦這個呢 給你體驗感到有什麼樣? 不錯 我回鄉以前的過期好玩 對啊 要做很開心 都像去以前對不對 對啊 有陳理長羅惠美表示 因為有感於社區長輩的人口比例增加 如何促進阿公阿嬤的身體健康 就是她開始長照的動力 所以經過用心爭取獲得 獻福跟工作的協助 營造健康的幸福社區 縣長政長也出席啟用儀式 加免社區的付出 長照2.0或是西據點 我們平良心說 在早期羅惠美做理長之前 我一直知道聽到這個名詞 我並不太了解 還有一個很單純的生活 老人要讓他們有一個地方 運動 讓他們走出來 每天不要在家 大家做會這個氣溫 是英雄 感覺很開心 從我們以前 參眾人做會在這廟會 或是在酒店裡面 做一些傳統美食 或是在這裡開港 也好當西漢集會 也是很快樂 這個是我們 很希望看到長輩 快樂的笑容 時代進步 生活品質的提升 社區的營造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我們感謝 我們的理事長 萬一跟我們的理事長 萬一 還可以成立一個西據點 讓我們這裡所有的市長 我們這裡社區的好朋友 還有社區的大廳大宋 有他們在這裡 有他們在講過 有他們在開港 在這永福公家 有這樣的西據點的一個成立 也是讓在長者 第一 他們休息的時候 我們平常 有一個聚會的一個場所 能夠讓他們 能夠有健康 還有我們的這個照護 跟我們的中間 中午午餐的這個活動 透過更多課程的安排 以及身體檢測 社區希望更多長輩一起參與 讓自我身心更健康 相對子女也能更安心來打拼工作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三星鄉今年情定安農西 幸福在三星的情人節活動 廣受好評 其中200對的情侶 有獲得科有情侶姓名的新型對戀 而公所將再號召 其中155對的情人 相約在2020年的 三星七夕情人節再見 屆時將會贈送神秘小禮物 三星鄉長李志勇表示 這次情定安農西 幸福在三星的情人節活動 獲得科有姓名對戀的得獎者 是參加在三星鄉公所臉書按讚 並在活動相關貼文 留下愛的宣言活動 所贈送的情人新型對戀 是由三星國中20多名師生 手作神結以及包裝 做工精緻值值得收藏 因此號召今年這200對獲得 科有姓名的對戀情人 相約在2020年三星七夕情人節 屆時將贈送神秘的小禮物 希望透過9999個睡燈 來祝福大家感情久久 我們每年競爭還要加碼 希望你今年到達200名的新型項鍊 有雷射名的我們才有定期的 希望我們在這裡 今天就來預約每年的七夕情人節 邀請在鄉親 第一年可以再多一年 參加到我們三星公所 基盤的七夕情人節 我們還有神秘的小禮物 要再獎賞 天下最有感情 最支持三星鄉公所的 有情人 三星鄉長期望先預約 這200對的情侣 再度走上繽紛又浪漫的雀橋 為明年三星情人節 增添更多的話題 以及甜蜜氛圍 宜蘭新聞記者 每一間的媽祖廟都會一起參與 這場宗教盛事 而手支廣告片也已經出爐 先帶大家來搶先欣賞 感謝媽祖 感謝媽祖的保密 讓我們空調無事 感謝媽祖的保密 讓我們分享平安 在新聞之後 接著也一起來看到明天 全台各地的天氣預測 明天宜蘭地區為波雲時 因短暫陣雨或雷雨的天氣形態 降雨機率為40% 氣溫預測在25到32度之間 接著看到一夜氣象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蘭新聞 我是黃竹翰 也感謝您的收看 祝大家平安順心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